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呢在上半段 会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基金小百科 我们今天节目整集都会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基金 那上半段会进行一档基金小百科 也就是会找一档台湾投资朋友套牢蛮多的 我这样讲应该没错了 因为过去这个十几二十年 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当中 很多人在竞端四国崛起之后 就很关注拉美 那拉美呢当然有经过快速成长的繁荣期 也因为原物料价格的波动 那么造成市场很大的一个起伏 那今天先会跟大家来分析 这个拉美基金要做怎么样的一个判断 观察这个很重要 我们每次都会透过一档基金来做一个教学 那通常我们选择的标的 就是台湾受益人比较多的 就很多人买的 那会很多人这个套牢的 或者是很多人并不清楚的 我们透过一档基金教大家怎么看 就是到底他投资的组合 他投资的指标指数 那么是不是跟你想的一样 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节目 让大家慢慢的听 慢慢的听 然后听了以后你就会有一些概念 这也很像我的老师在教我画画的时候 他常常叫我多看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老师我看完了 他就跟我说 韵芬你能慢慢的看 才有能看出一条线 就是慢慢看会看出一条线 也就是很多人大概会跟我讲说 韵芬姐 我听你的节目 我觉得好难 有人私讯给我 我说你慢慢听 你慢慢听 那从你听得懂的地方去听 然后再从网路上 或者从其他的书籍 其他方面去增强一下 你所不懂的地方 然后慢慢的跟上我们的节目 因为说实在 我们节目做十几年了 我们当然会从简单的 跟大家慢慢的交 可是交到现在 交到现在 你也要进入一点状况了 所以慢慢不用急 那例如说 像我们每一次 跟大家讲基金的时候 都不是说 你去买这一档 你去买那一档 而是你要先搞清楚 他的投资属性是什么 跟你想的一不一样 想的一样 那当然OK 因为你的期待 跟你的这个 你的预期是一样的 你想的 跟你做的是一样的 可是有人就会觉得 我想要做的 跟我的期待又不太一样 那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待会会跟大家 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档基金 那当然也会跟大家 分享一下 有很多人说 那我等那么久了 那好不容易解套了 那该怎么办 或者是有人 我已经等很久了 那他还在赔钱 该怎么办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 来做一些 投资上的一些建议 在我们下半段的 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好好的 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很关注的议题 就是原物料的价格 其实又大幅的波动了 那当然除了 拉丁美洲这个市场之外 还有墨西哥这个市场 过去我们对墨西哥市场 其实是比较陌生的 陌生的 很多人也 甚至不会去投资那里 也不会去那里玩 像我有很多的朋友 就很喜欢去墨西哥玩 我以前在德州的时候 有在美墨边境 稍微去玩一下下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有我们有看那个电影 就是可可夜总会 大概就会对墨西哥 有一点点的一个认识了 但墨西哥的原物料 其实也是蛮充裕的 那我们今天就会跟大家 来聊聊巴西跟墨西哥 我们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市场 那怎么样来看待 这个两个国家 未来在于 不管是科技业设厂 或者是原物料上的一个表现 会有什么样举足轻重的地位 好 这个是今天帮大家安排的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 一些些咯 我们在1点40分 在台股 那么完成我们的台股解说 解盘之后 我们就会开直播 所以大家可以同步的 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我们直播呢 有这个图表 有一些讯息 可以补强一下 让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手机或者是有电脑的话 可以更清楚的 知道我们谈的一个方向跟内容 好 今天的本日之岁 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这真的是很痛的一个教训 你钱到底要藏在哪里 在马来西亚就有一个奶奶 她就把她的钱都放在纸盒当中 结果出了内贼了 不是自己人 就是这个白蚁 把她啃光了 啃光了 其实如果你啃的还能够辨识的话 说实在 你跑到这个银行 国家银行是应该会还你的 可是你啃烂了 那当然就没办法 听说有一半以上都烂了 没办法 这个去银行换了 好 要小心 要小心 好 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 刚刚有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 如果我们要把钱藏在家里的话 真的要提醒一下 提醒一下这个被这个白蚁如果啃光了就会变成废纸了 好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训 坦白讲你钱还是放在银行 比较这个妥当一点 那有人是会放在这个保险箱当中 我觉得放银行吧 现在银行你出去左转右转就有了 其实挺方便的 好 另外就是这个台风了 到昨天晚上我还感觉到那个风 咻咻咻咻咻咻的那种感觉了 风在北台湾的感觉都是风雨很大 但是我有朋友在台东 屏东 花莲都跟我说话 那个海岸线整个的风雨超大的 像这个水倒灌进来一样 好 特别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这个暴风圈呢 现在我们看到的新闻是 笼罩在金门 澎湖 那么苗栗以南的地区 还有台南陆地 现在风雨还是持续当中 在台北已经无风无雨了 已经没有风雨了 但是这个台风说实在 真的有点点小可怕 小可怕 我们之前那个line上面群组 我们的朋友都在传 因为他叫杜苏瑞嘛 大家都说你忘记了 苏瑞就是跟着感觉走啊 所以他就说这个台风呢 就是会跟着感觉走 然后会动来动去的 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暴风圈呢 已经有缩小的这个趋势了 但是有一些路上跟海上的一个警戒 特别是有一些作业船只 或者是在海面风浪比较大 要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 好 另外就是 很多人很关注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于伪创 那么伪创呢 在关紧币之后呢 有人讲说 关完紧币之后呢 会不会越关越大伪啊 的确过去有很多的标股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关紧币之后 那关紧币的意思就是 它列为那个注意股票了 所以被证交所就列为储置股 那在关紧币期间呢 股价还是会涨的 那其实涨了有16%了 那今天已经恢复解除了 就是恢复正常交易了 解除关紧币了 那出关的时候呢 这个价格呢 就开始爆量下跌了 那目前看到的股价是跌落 五日线之下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分析台股 等收盘之后分析台股 那也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讨论 那伪创呢 就是因为AI的题材 就一个狂标 今年以来 29块4 一路的往上标 最高冲到161.5元的历史天价 那这涨幅呢 真是吓死人了 这个四倍多 你一简单算就知道四倍多了 那当然也被交易所处置嘛 就是关紧币了 那关紧币啊 这个股价还是持续上涨的 所以当时我们在 跟大家分析台股的时候也讲嘛 越关会越大尾嘛 那今天出关之后呢 154块钱的平盘开出 开出有往上拉一点点之后 股价就往下跌了 待会现在看起来是157 157又往上拉了 又往上拉了 好 那待会就会分析一下这个台股啦 不过他标了这么多 很多人就很关注说 这个AI的题材 都是会领先这个股价先走的 领先这个基本面先走的 所以后续 其实大家还是要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好 另外就是来看看 红海发放了这个现金股利了 有734亿元 好 最近因为都在发股利嘛 这个阶段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潜入贷的 那如果你看到大股东 哇 这个潜入贷的话 就非常非常的惊人了 就非常惊人了 那我们看到这个 红海呢 他是配发 新台币5.3元 所以他总共发了734.74亿元 红海的创办人郭台铭 他持有17.42亿股 所以他光股息的收入 有多少呢 92亿元 好 就是光股息的这个收入了 好 那当然有一些 这个股息会受到一些影响 是受到台风的影响 如果说你的金融机构 其实是在停止上班上课的地区的话 那发放的作业会稍微延后一天 延后到就是下一个营业 差一天而已 差一天 所以红海今天也有发布这个重大讯息了 就是股息现今的一个鼓励要入贷了 那看到郭台铭这个创办人 有这么多的一个潜入贷 大家是不是好羡慕啊 好羡慕啊 好 另外呢 我们来看看 就是这个美国的经济 好 在美国的劳动部有公布了 经过季节调整之后呢 初次领失业金的人有22.1万人 也创了五个月的新低 什么 创了五个月的一个新低 好 另外呢 就是在美国 那么他的监管机构也提 有提案 要求大银行 好 要这个资本准备金 那么要提高 好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这是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方案 然后因为这样子也会造成业者的压力 我们有我们有时间会跟大家聊聊美国跟台湾的一个状况 我们再找个时间跟大家聊 好一点半的看看台股的表现 那么我们看到台股目前是小涨54.77点 待会就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个伪创解禁了 有人说呢 今天呢 算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换手 好 那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这个鸿海 那么发放现金鼓励了 哇 郭董 这个郭创办人 就12亿元入带了 很多人也是很羡慕的 好 那当然今天的盘面要做怎么样的一个观察呢 台股又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多跟利空呢 我们好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就是我们永城投过的分析师李淑芳 淑芳您好 李淑芳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好 我刚讲那个鸿海郭台铭拿了92亿元 大家都心都凉了 你看人家一入带就92亿元 也还好啦 有还好 他被科税也没拿那么多嘛 是啦 是啦 他真的是我们的缴税王哦 对啊 其实就现在就看嘛 我觉得郭董他有兴趣要竞争总统之位 那就看他怎么拿出这些 他分配到的鼓励去造福人群 那家用会投给他 那就是他后续上面来讲话看的一些事情嘛 哦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到股市啦 我觉得 郭安明郭总事长离开鸿海之后 他那股性真的就变得很牛皮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原因 我们上个礼拜我是不是谈到说 他被股市AI干燃各国里面风浪会很大 你有没有发觉到这个礼拜真的震得很凶 有啊 晕船的晕船 然后跳船的跳船 可是呢 尾盘又再度拉伸上来 那我先跟大家讲原因 就是整个一个主流 大家也想要转换 但是转换并不顺利 比如说他转换到飞电 那飞电就转到一些 比如说碳权概念个股啦 或是呢 整个一个所谓食品概念个股啦 贩店概念个股啦 但是说实在的他们的本益比比AI伺服器涨这么多 如果以本益比来看 他们更高嘛 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就会造成转换不顺利 配合到电子各国人占资金比重7成 他还是主流 而且呢 在最近里面新发的一些的报告好可怕 为什么好可怕呢 如果你是AI伺服器纯度很高的各国 你的获利上面来讲话 因为他的AI伺服器从年底的10万台 调升到15到17 明年20几万台 后年会到30几40几万台 我们随便讲的台光电 我们之前谈到了 台光电本来明年的获利估 是14到16 结果他一调升之后 明年估到多少 大家知道吗 23到24 所以就跟你讲说 在这种过程之中 AI伺服器恐怕你回归到 正规军的听众朋友 你就怕的话 你就先买个2分之1 3分之1 不要让自己空手 可是等到他真的有个中线的修正 那你就买 再买个3分之1 2分之1 这样的话我会觉得比较不会缺席 不然的话 有些人说 没有AI真的很BI 就是那个ABCDFB 那我就说 那你如果这一次的拉回你没有买 那你未来叫做CI 你的心会很悲哀 对我讲真的 不然的话 听说你如果真的要长线上面的布局 我倒觉得我们拉长时间来看 你可以去布局奥运概念个股 奥运 对 你一直提醒我们 可是你看 我们先来讲 如果伪创 然后你看观景币出来 有人说别担心良性换手 但有人说拜托 我刚讲它涨4倍了 广达音业达下个礼拜也要解禁了 观景币要解禁了 那怎么看呢 那奥运概念股又要看哪些呢 这是不是帮我们解密一下 对我先跟他讲 现在因为电子个国占资金比重还是高达七成 你选择非电族群你都要慢慢买 比如说你要买三张你就先买一张 你要买五张也是先买一张 那我讲奥运的概念个国大概就三档制指标 一个是1477的巨量 那1477的巨量 你可以等到第二季财报公布的时候留意 因为它是一三 第一跟第三季是旺季 那如果你要选择如虹跟风太呢 它是第二季跟第四季是旺季 那这个部分这三档个股 Nike大家一定就会想到如虹跟风太嘛 那最近不是有八笔热潮吗 那社会最大的就是巨洋 因为它有那个HMM 还有Zara 还有那个SCEP 都是它的代工 所以这三档你自己去做留意 那我觉得长期之中 看起来是OK的啦 那如果你要选择AI伺服器的概念个国 我说现在买 因为我个人的看法它不是头 它顶多就是腰上到肩膀之间 所以你要买我倒不反对 正规军的部分来讲的话 2376技嘉 你不要看到技嘉长就去买其他的主题版 因为技嘉有切入到AI伺服器的组装 是叫技刚 你知道它明年占比会多少吗 20%到30% 所以它的获利上面来讲会跳得很高 然后再过来就8210的勤存 它是饥渴的部分 那我刚才谈到了CCL就是台光电跟台药嘛 组装就是广达伪创 那光宝科就是电源供应器 那你说你买不起光宝科 帮你打擦边球 你看台光电涨上来 台药是一直在涨 是什么原因啊 我刚才讲说 因为它跟签了一个约 亚洲唯一供应商 而且AI伺服器要高耐热 只有台光电做得到 那台药 627的台药它是网路的 网路的那个CCL版 这两档都可以 其他的话我觉得就是三军了 那就不用 那如果你看到光宝科技又创新高 哇实在是追不下去 那你就买擦边球 什么叫擦边球 就康苏6282的康苏 是7月份并APP 它就个电源供应器 那你就打这个擦边球 因为营收一定会不会擦 因为它的营收会并进来 那你就可以这样子 那个所谓的操作 那Cowars的部分 我们在之前就讲过 就是新云跟红硕 那再过来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这个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有一档个股 你就要稍微去做留意 打入到Cowars气质才 今年不怎么样 明年可能会大爆发 可是那个英文费用会回答我 买不起 那个叫3443的创意 哎呦 创意我们从之前讲到 讲很久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四星也会 所以创意会上2000 四星会上2500 所以大家自己稍微去留意 这个目标价了 那至于其他的一个部分里面来讲的话 那大家 我就跟他讲 为什么AI是主流 随便讲一下好了 3037星星讲的不够烂 法座讲的够烂吧 什么跌 没跌哦 那为什么呢 因为Cowars到后面有个ABF的载版 现在星星不是供应链 它是日本的 它是唯一的供应链 但是星星第三局很差没有错 可是它明年会打入成第二供应链 那这个就很像红硕以前一直涨 星云是第二供应链之后 星云涨不涨来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留意长线的心情哦 哦 了解了解 好 谢谢鼠航跟大家做提醒跟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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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看到刚刚加卷股价指数已经收盘了 指数是收在17292.93点 上涨51.11点 成交金额呢 是3803.93亿元 好 欢迎欢迎理财 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好好的跟大家来上上课了 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等了 大家可以现在同步的听我们的广播 也可以上我们中广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中广流行网的YouTube官网 跟中广流行网理财生活通的官网 同步都可以看到直播 好我们先换一下我们南台科技大学财经系的教授 朱叶忠朱老师 朱老师好 一门解决全国听众大家好 今天外面有这么寒 因为刚刚去露营那边冷气基本上像不用钱的 就冷掉死 然后再加上因为今天台北天气不好 我今天是开车来 开车就比较不觉得热 所以就一直穿着就也没拖了 我想说你是怎样 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聊一档基金 就是基金小百科 然后我们聊完基金之后 然后会跟大家来聊聊两个市场 一个是巴西的市场 然后另外一个是墨西哥的市场 是 对 好我们要先来讲那个 这个贝莱德拉丁美洲基金 是 刚刚还被开路之前费龙来说 这档基金应该全台有一半的人都买过 我也觉得 也八九不离死 确实一方面它是很老牌的基金 那另外一方面因为 它也曾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辉煌过 就是在金融海啸前后 那时候因为原物料大涨 所以那时候拉丁美洲非常非常的夯 不过后来也真的是沉寂了好几年 可是事实上近两年 也就是从去年开始一直到今年 其实又爬起来了 那当然也不是只有这档 是整个拉丁美洲整个都上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主题就绕着拉丁美洲讲 也真的有一段时间很少去注意拉丁美洲 那先提到一个重点 过去我们对拉丁美洲的第一印象 就是什么原物料嘛 但是现在整个拉丁美洲 你不能再用原物料看它 当然不是说现在没有原物料了 可是原物料其实对于拉丁美洲来说 已经相对不是那么重要了 它有其他的题材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慢慢谈 好那也是一样 我们看基金我们这么多年来交给大家照例 就是我们都会先对比什么指标指数 对 好那拉丁美洲基金呢 基本上大概都是最终MCI拉丁美洲指数 好可是这个指数跟一般的MCI指数不一样 后面多了两个数字 好时斜线40 对这什么意思啊 好这其实我们在很久很久以前 其实也有提过 好那它其实是欧盟的一个叫UCITS指令 好那这如果用中文直译 它叫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计划 好乐乐等 好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基金的一个规范 好那所以10斜线40的意思 前面的10代表说 它投资基金的每一个个别标的 上限不可以超过10% 好那后面的40指的是 如果超过5% 可是不到10%的这些加总起来 不可以超过40% 那它就是限制单一的 就是不要太集中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的 好那所以对比你说 那没有这个指令的 跟这个有指令的差多少 好我有查过 其实这几年 有没有这个指令都没差 完全一样 因为我们刚刚说嘛 它的上限就是不要让你太集中 那如果原本的这个标的权重 就没有很集中的话 那这个指令就有跟没有是一样的 好所以我大概查一下 大概至少近三年 他们就跟没有10斜线40的指数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好所以我们可以先不管这个数字 好那再谈到这档基金了 好我们今年以来 如果截至昨天的话 它的报酬率二十几%了 好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好那如果你从它刚上市开始报 它是2002年上市的 到现在其实也有600多%的报酬率 其实也是不错的 可是问题是如果你是短期的 那其实就真的不太好了 比如说如果你报五年 其实只有13% 痛苦啊 对啊十年也不过才28% 痛苦啊 对讲难听一点 比银行利息都还要差 好可是如果你拉到近期 近一年其实都有38%的报酬率 显然就是它近期开始热嘛 所以你从它过去这几年的绩效来看 你可以看到确实 18年小涨1%多 19年好一点13%多 可是2021连两年都下跌 跌死了 对可是去年就不一样了 去年开始翻身 去年涨了20% 所以去年发生什么事情 俄乌战争嘛 俄乌战争其实引发一个事情 大家都知道就是通膨 那通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原物料价格上涨 那大家对于传统上 原物料的行情 当然是都很了解 就是拉丁美洲嘛 所以原物料上涨 那当然在去年拉丁美洲 确实就因此得利 那甚至这个到现在 也都没有下来 尤其是近期 如果你有在注意国际新闻的 你要注意到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本来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这个乌克兰 我们其实以前节目也提过 它号称欧洲粮仓 结果因为战争 它很多的这些农产品 都不能运出去 所以俄罗斯在联合国 跟欧盟的协调之下 所以那时候就签了一个 所谓叫黑海协议 因为我们知道黑海 就是差不多在那个地区 因为乌克兰的很多农产品 就从黑海运到其他国家去 所以这个协议就是允许 基于人道主义 我让乌克兰的农产品 还是可以运得出去 可是问题是这个协议呢 本来在今年5月18号 已经终止了 到期了 那俄罗斯呢 其实又让他延了两次 结果在7月18号又再次 就是延期的时候又再次终止 这是俄罗斯就拒签了 那拒签如果你有在关心 俄务战争 就是那个大桥被炸了 所以俄罗斯很不爽 所以俄罗斯就不想再签了 好那这问题来了 真的就引发近期的原物料 整个上涨 好那这个我们就先 不要讲那么多 我们后面再来谈 好所以呢 为什么这个行情 可以从去年延续到今年 当然一部分 就我们刚刚说的是原物料 当然刚我们前面开场也提过 这个拉丁美洲 其实还有很多题材 我们后面就再来提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回到 这档基金的重点 好那所以我们刚知道 他是投资拉丁美洲 可是问题拉丁美洲 有非常多国家 好所以我们现在是要看 他的那个国家 那我们先等一下好了 因为我们要先进一下广告 对有人讲说 要投资拉丁美洲 或单一国家 心脏真的要很大 可这的确是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 很喜欢的朱叶忠 朱老师来谈一谈 因为我们想说 我们投资拉丁美洲 到底有哪一些的国家呢 这些国家是不是多呢 我们现在就用一张图表 让大家同步看到 所以我才希望大家说 如果你可以看直播的话 可以看我们的直播 不管是我们理财生活通 我们中华流行网的脸书官网 或者是YouTube官网都有 好朱老师 拉丁美洲的指数国家 权重 就这几家 对我们要先知道 什么叫做拉丁美洲 整个美洲 大概就分北美中美南美 好那还有 还有一个就是 那些古巴那些岛国 那些我们就不说了 好就加勒比海地区 好拉丁美洲 其实就是从中美洲以南 其实就是包含墨西哥起 或者是更干脆就说 就是除了加拿大跟美国不算 其他的地方合起来就叫拉丁美洲 所以你想 整个拉丁美洲 大家以前一定都有念过地理 你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多少 所以我们以前念书 像我们是念自然组的 我们都觉得历史地理跟我们没关系 不像现在连考就全部都要考 我们当年都是分科 所以我们以前念自然组都不会想说 这个东西跟我这辈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以前都应付了事 真的是做了投资以后发现原来还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很多的历史地理 你也数学的不用念历史地理 不用啊 自然组 在高中就已经有 可是基本上都是应付了事 因为高中就有分组 以前高中就有分组 所以我们要念理工科的 就不会去念历史地理 好 所以回过头来 既然是拉丁美洲 我们概念中拉丁美洲国家非常的多 可是如果大家有在看直播的 我们给大家一个图表 是MECI的拉丁美洲指数里面 其实就只有五个国家 拉丁美洲 我看至少三四十个国家跑不掉 大大小小加起来 少说三四十个一定有 可是实际上 有在投资范围里面的 其实就只有五个 因为MECI的指数 我们一般常看到这种指数 我们把它称为标准指数 它其实只会放两种等级的国家 一个叫先进国家 一个叫新兴市场 如果你的等级是低于新兴市场 基本上就不会在MECI指数里面 我说不会在标准指数里 但是MECI有其他特别的组织 比如说它有边境市场指数 好等等 好 所以都没 意思就是说 有这么多拉丁美洲国家 事实上 他们就只有五个 有符合新兴市场 因为他们基本上 这个地区也没有先进国家 所以就只有五个 那大家可以看到 最大的一块就是巴西 所以以MECI指数里面 巴西大概占的将近六成 59%多 所以你对比这两基金 有没有看到 它也差不多就是59%多 也是六成左右 好 那所以 这不就来告诉大家了 其实不是只有这两基金 几乎所有的 拉丁美洲基金 配置大概都是这样子 多点可能六成多 少一点 巴西可能就是五成多一点 好 基本上大家配置都大同小 因为这个地方真的能投资的 并不是那么多 好 然后第二个就是墨西哥 所以你如果看到MECI指数呢 墨西哥占比是30% 那这两基金呢 相对就少了 所以它只有24%不到 好 所以也就是说 它把墨西哥的比重往下压 好 那再来第三多的 拜托 他们两个国家加起来 就快九成好不好 八九成了 基本上就 就看这两个就好了 对 所以拉丁美洲国家 基本上就看这两个就好了 其他的真的就是来陪衬的而已 那更不要说 根本没有在里面的 好 那第三多的就是智利 好 所以智利在MECI指数是占了将近6% 那在这两基金是占了4%多 好 那再来MECI指数第四多的叫秘鲁 是2.85% 第五个是哥伦比亚 1.08% 有没有发现 你可能以为阿根廷 对 阿根廷应该也是大国 大家可能不知道 阿根廷其实是G20的国家 就是G20的大国里面 阿根廷其实是其中一员 而且大家可能都忘记 2019年阿根廷还开过 主办过G20的会议 在他的首都布宁 都是埃利斯 好 结果他居然没有在这个指数里面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好 关键的原因 真的 阿根廷其实真的是很大 比甚至比 比 这里面 但不能跟巴西墨西哥比 可是跟其他三个国家比 他其实是更大的 但是他为什么没有 关键出在他2020年 债券违约 公债违约 所以呢 就被MCI的 真的就是 你违约嘛 那没话说 就是打入18层地域 所以他现在 不但不是新市场 也不是边境市场 新市场再下来 这一层叫边境市场 他连边境市场都不是 他叫做独立市场 好 在MCI呢 在前几年多了这个等级 以前只有三个等级 就是先进国家 新市场跟边境市场 这前几年多了一个叫独立市场 所以呢 现在 阿根廷在独立市场 所以呢 指数里面没有看到他 好 但是你回到这档基金 刚刚我们说了 前面三档 三个国家 他巴西 墨西哥 智利 这个都没什么问题 可是接下来 他居然有美国 对 我就想要问你 就是你看到那个投资 那个比例 比例的时候 你会看到有美国 是的 有意大利 有加拿大 没有透了 对 好 这也是我们在过去其实节目都跟大家讲过了 我标榜我是投资哪里的基金 不代表我全部都要放在那里 我只要有一定的比例 像以台湾的法规规定 其实是只要六成以上 好 那所以呢 他投资美国 意大利加拿大 这其实都不稀奇 好 那甚至我们刚刚说的 巴拿马其实也不在指数里面 他也都投资了 对 好 算占比很低 对 好 那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本来就按照法规来说 他其实是百就是可以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 这些国家的公司 有可能他在美国挂牌ADR 那所以他如果今天投资美国的ADR 譬如说巴西有个非常有名的公司 我们在以前也提过叫Vail 就是淡水河谷 它是全世界第二大座矿产的公司 像他就是在美国就有挂牌纯粗凭证 那甚至他在欧洲的巴黎交易所也有挂牌 很多年前也曾经在香港挂牌过 那所以你如果今天我是基金公司 那我要在巴西投资还是在美国投资 我当然在美国 美国 就近投资简单多了嘛 就像好比最简单 大家都知道我们台积电 是不是在美国有纯粗凭证 所以有很多的外资 他可能就直接在美国投资台积电的ADR 我不见得来台湾投资 因为还有一个很大问题 就是汇率的问题 好 所以呢 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可能是这些拉丁美洲国家 但是他在先进国家挂牌 比如说刚刚说的 美国意大利加拿大 第三种可能性呢 就是我真的是这些国家的公司 但是我的营收 基本上就跟这些国家有关系 那所以他也会被归纳在这个市场的投资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了解到的 好 所以呢 了解到这个国家配置之后呢 再来很重要的 产业 产业配置 这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 我偷偷拉丁美洲 我就是要原物料啊 就不是哦 对 所以这我们也是一开场就跟大家讲的 你对拉丁美洲的想法 不要再停留在原物料的 十几二十年前确实是这个样子 但是现在真的差很多很多 好 一样如果有在看直播的听众 你可以同步看到我们的这个图表 这是MCI的拉丁美洲指数 以这个产业权重来看 大家特别注意到 权重最高的是谁 是金融业 可能大家以为 应该原物料 很抱歉 原物料只在第二名 只占18%多 金融业是占25%多 好 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再加进去 能源的话 能源排到第四 它在MCI指数是11%多 所以换句话说 跟原物料有关的是不是就是 刚刚的原物料再加上能源 这两个加起来 有没有发现 其实三成都不到 你看吧 所以我们投资真的不能够望闻生意 你以为 然后事实上就会出现一些落差 待会我们还会跟大家来聊聊巴西市场